张开我 歌声的翅膀 声乐的钢铁是在炼成的音 简介 在声乐的宇宙中 有一位名叫张力的女高音歌唱家 她的声音不仅能穿透心灵 还能铸就声乐的钢铁 张力教授 这位国际著名的声乐表演艺术家和声乐教育家 她的教育和艺术贡献 像是一首长达千古的歌曲 每一次演出都是对传统和创新的坚定承诺 她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充满挑战和坚持不懈的电影 从中国的小镇到美国的大学 从中国舞台到世界音乐殿堂 张力教授一直在追求音乐的完美 她不仅是中国第一位 获得三所美国大学荣誉艺术博士学位的声乐教授 也是世界上第一位 没有美国大学文凭 在美国大学同时担任美声和中国民族声乐的声乐教授 连揪声导师 她的成功就像是一颗闪耀着光芒的星星 在黑夜中照亮着无数年轻歌唱家们的道路 张力教授不仅在八十一届好莱坞复活节日出盛典 Hollywood Bowl上担任主题演唱 让世界充满和平的英文主题歌手型女高 还是全世界第一位非杰克女女的歌唱家 在布拉格与杰克国家歌剧院台著门 用杰克与首演现代版歌剧水仙女担任一号女主角 鲁萨尔卡 但是张力教授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她背后隐藏着无数次失败和挫折 但她从中汲取力量继续前行 她教会我们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坚持不懈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助教自己心中最坚韧不拔的钢铁 今天开始 我们将与网友分享声乐的钢铁 是怎样练成的 这个真实物质故事系列试题 配张力教授演唱曲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充满挑战和坚持不懈的里程 让我们学会如何注尽自己心中最坚韧不拔的钢铁